孫孝英老师有个赤信职楼 过年九十三岁 他有完是每天随身扎着 专业维度和删写 是国家业实改变款 当年提倡收线的华东和删写创作 这本创作品里总共有八丹丸 在报理订阅导书馆 跟大家分享他几十年来 删写的成立和作品的进化 这本创作是由孫孝英老师第十二本的创作 他在报理订阅导书冠基盘地市场的分享会 八丹丸的内容 他说尚再买的两个丹丸 是他的进化所在 因为我很喜欢画书写 画书写就是第一个 就是画起来很愉快 很方便 那另外呢就是书写画多了以后 可以记得很多很多的形状 对于这个绘画的创作很有帮助 那最后面倒数第二个单元呢就是 精准是愉快的起点 挥洒是愉快的延伸 就是画书写还是要画得精准 精准了以后呢 你就就是运用自如 发挥 然后画书写才会叫做愉快 包括广文化教授林英宗 南岛广议员林红宇 丹与君隆来参加 大家都很坚定 他对乡土的热爱 是他的书写的电缓 今天他这个新书发表会 等于说他又是另外一次 对我们篮头 这个美术界 提出又一次的 这样的一个伟大的贡献 等于说他们每一个阶段 都贡献在绘画界 贡献给我们篮头 我们在这里要表示最高的祝贺之意 以及敬意 老师用他的彩笔 绘画讲述他的人生 以及所经历的人事物 尤其是在地的一些东西 可以传承 用他的画笔传承给我们的下一代 那从他的作品当中呢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艺术家呢 他用他的角度来跟我们做一个沟通 那把他觉得在生活当中 让他最有感觉 最有感受 以至于最有感动的事物 跟大家做一些分享 孙孝英老师跟大家分享 他在洗名的当中 对到的朋友跟警察 很多位有名的藝術家的宿舍的卫生 都被收录在他这本身材当中 100-200的宿舍卫作 还有1400-600的文字水面介绍 都是由孙孝英亲自悔心来幻想 达到大家共同来欣赏 记者欢迎看插风报道 好 好